根據國家、省新法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 結合江門市實際 日前江門出台了 江門市高中階段學校考試招生制度改革實施辦法徵求意見稿 實施辦法規定 從2020年秋季入學的7年級新生開始 全面實施初中學業水平考試改革 逐步形成全科開考 逐漸形成基於初中學業水平考試 結合初中學生綜合素質評價的高中階段學校招生錄取模式 同公平科學規範有序監督有力的管理機制 推進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 同高中階段教育高水平高質量普及 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健康成長 實行初中學業水平考試中考 根據國家課程開設要求和質量標準 對初中畢業學生進行基礎學歷水平考試 主要衡量學生達到國家規定學習要求的程度 考試成績同時作為學生初中畢業 和高中升學的主要依據 考試科目涵蓋國家義務教育課程 截至實驗方案規定的全部科目 包括語文、數學、英語、道德與法治、歷史、地理、物理、化學、生物、 體育與健康、音樂、美術、信息技術等13門科目 高中階段學校招生錄取計分科目滿分為800分 其中體育與健康科目滿分值 權重不低於錄取滿分8% 物理、化學、生物等三科的考試成績 由筆試成績以及實驗操作考試成績組成 其中實驗操作考試成績佔10% 可以看出物理、歷史科、道德與法治、體育與健康四科權重比有所增加 更重視初中升級實驗動手能力的考察 實施辦法更進一步規範初中學生綜合數值評價 從2020年初中一年級新生開始 全面落實初中學生綜合數值評價制度 推進評價結果的使用 將初中學生綜合數值評價結果 作為學生畢業、高中階段招生、自主招生等工作 作為重要依據 從思想品德、學業水平、身心健康、藝術素養 和社會實踐五個方面、客觀紀錄 綜合反映和多元評價學生 在初中三年成長過程中 全面發展和個性特長等情況